都没吃饭啊 颠死我了 下轿 落轿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该死 滚回去 等一下咱们去长春宫请了安 就回延禧宫去 姐姐正殿里的东西都不许动 得原样留着 好的 主 我们走 站住 盛常在你做什么 滚开你 不打你 你眼里便没我这个人了是吗 我是皇上的盛常在 你是常在 我是贵人 你便这般无礼 谁叫你长了一副晦气的面孔 讨人嫌 我再怎么讨人嫌 我也是自前邸的时候 就伺候皇上的 你伺候皇上 你伺候过皇上几回 皇上还记得你这个人吗 也不瞧瞧自己是什么东西 无愁 就是低贱 主 皇上 皇上 这盛常在也太适宠而娇了 海国人比他位分高 自立深 他身手就打人家脸 宫里人都知道了 你可千万不能不管啊 哼 适宠而娇这四个字 由你的口中告诉朕 倒是颇有趣味 皇上别笑话臣妾嘛 臣妾这些年侍奉皇上 不敢不尽心 若是臣妾做错了什么 皇上责罚臣妾便是 可千万别不理臣妾 朕怎么不理你了 老师宁给你画了一幅毒画像 嫔妃里唯一的荣丑 旁人都没有 她说啊 你的画块表好了 到时候 朕在与你一块儿童赏 谢皇上 不过皇上哄着臣妾高兴 可盛长哉也是要处罚的 这才是赏罚分明嘛 朕已经换了盛长哉过来了 自然会说的 皇上 盛长哉来向您请安了 让他进来吧 喳 不过 臣妾请皇上安 贵妃娘娘安 你打了海贵人 贵妃气恼得很呢 你也是从小宫女过来的 姑姑们打宫女 也知道不打脸的 皇上 臣妾 过来 是 让朕瞧瞧你的手 你这手啊 也是皮肉做的 打着别人的脸 自个儿的手也会疼的 要不然让太医给你瞧瞧 你打了别人哪 自个儿也会伤到他 下次不许再这么动手了 皇上 你瞧 手那么细呢 皇上 臣妾先走了 手那么细呢 伤了手朕会心疼 一定要小心啊 臣妾告退 还疼不疼啊 臣给你饶饶 误悔 贱妃就是贱妃 居然敢在本宫面前 这么做错 皇上还宠着他 竹儿 你小声些 本宫真是后悔 当初不过使了台下 并让他爬上了龙床 小心跟着 主 谁都骂的 您可骂不得 咱们的事 他多少知道些 怎么 他还能告发我呀 如今盛常载的阿玛 在高大人底下得力 那也是高大人的脸面 咱们就且忍一忍 多少人恨得牙痒痒呢 迟早得有人收拾他 咱们还是先想想 怎么把今日告状的事 圆过去 免得慎常再记恨您 他还敢记恨我 咱们去皇后娘娘宫里 让娘娘做主 是 今儿的事 你不必怨贵妃 宫里啊 最重尊卑 臣妾不敢 海贵人再不得宠 也是从前地里出来的 幸好今日 告诉皇上的是贵妃 若换成别人 那话 还不定难听成什么样子呢 今日皇上没有怪你 也是贵妃 帮你避重救轻 案里救了你 多谢贵妃美颜 你是本宫抬举过的人 行动举止 可别失了体面 贵妃教诲 凭借都记下了 听说 你还有两个兄弟 都还小 不成财呢 好好调教着 有你这个姐姐 你的兄弟不差前程 是 好了 都别在我这儿立规矩了 回去吧 那臣妾告退 皇上器重贵妥 以后在后宫 别跟任常再计较 我听说 那个贵妥是个好官 臣妾知道了 正儿 我来吧 你怎么了 肚子有点疼 好 兴许是晚上吃的饭菜不干净 疼得厉害吗 要不要紧啊 没事 一会儿喝点热水 能化过来 这么下去可不成 鸡太平有法子 咱们也得想想办法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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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海蓝 姐姐 是海蓝 是海蓝 姐姐 是海蓝 这儿呢 姐姐 海蓝 姐姐 你怎么来这儿了 我担心你 你在里头好不好 有没有吃好啊 我听说里面特别阴了 我带来上好的衣物给你 索性 帮忙 你的脸怎么了 被人欺负了 被阿若打倒 阿若 为何 也不知道阿若走了 明明刚是晚寝出来 火气还那么大 无缘无故地就打了主 还辱骂了主 皇上知道了 根本就好 主啊 别说了 海岚 阿若知道你我教好 他又恨我 所以势必会迁怒你 视你为眼中钉 实在不沉的时候 你还是得找皇上 和皇后娘娘替你做主啊 知道了 还有 让宫这地方 王后就不要来了 免得连累自己 不 谁啊 出门 谁在那儿了 你谁啊 世卫大哥 这是延禧宫的海贵人 海贵人 给海贵人请安 海贵人 这么晚了 您怎么在这儿啊 您不能擅自闯入冷宫啊 您别让我们为难了 您赶紧回去吧 世卫大哥 这海贵人是专程来看我们主的 您千万别生长好吗 不是我生长 这不是有规矩吗 这个玉尼 你 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这我拿着东西 别人以为我偷的呢 要不这样 有银子吗 有 有心 有有 有一些碎银子 得嘞 海贵人 这今后啊 要送什么东西 您别亲自来了 这太危险了 您把东西交给我 我递给他就行 你愿意帮忙 这不有银子拿吗 为什么不帮 你既然愿意帮忙 我得知道你叫什么 我叫零音车 多谢您了 零音车 没事 零音车 真掉毛坑了 知道了 马上过来 海贵人 您啊 赶紧回去吧 下回要来 提前跟我说一声 不过 这话说回来了 您也别经常过来 这太显眼了 行了 你们俩就是聊完了 就赶紧回去吧 别让人看见了 好 姐姐 我不能经常来看你 可是每隔十天 只要天气好 我便会在御花园里 放一支风筝 让你知道我安好 你也要好好保重啊 好 快回去吧 主 咱走吧 主 赶紧回去吧 这真想管 真是闷得慌 出来走走 感觉舒服多了 你还是仔细些吧 皇上不知道多在意你的肚子 过了前途翠云管 就是冷宫了 咱们别过去了 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待得怎么样 看着眼儿 看着眼儿 冷宫那块婆婆眼睛了 哎 慢着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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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过来 奴才给各位主请安了 乌拉那拉市在冷宫里过得如何 就那样 有时拿钱换点像样的饭食 给本宫拿过来瞧瞧 喳 还是给各位过目 吃得挺好啊 下去吧 嗯 他挺有本事啊 那就让他吃得更好些吧 哎 叶婉 你银子凑足了吗 哎呀 我打听过了 说花一百两 可以去家庇娘娘宫里伺候 花八十两 可以去盛场在那里 花五十两 可以去煤瓶娘娘宫里 嗯 可是我凑来凑去 才只有三十五两啊 那你可得快点 听说方妃已经凑足了银子 去煤瓶娘娘宫里伺候了 要不是家里拖来 我早就凑过银子了 哎 分姑姑 分姑姑 好 叶婉 你 出去 是 叶婉 这钱不够 有不够的去处 淳贫娘娘心得了个大阿哥 正缺人手呢 你要是愿意 四十两我也让你去了 哎 真的吗 丫头 你的心不在这儿 留着你 也干不好拆事 可是 淳贫娘娘 不是很得宠啊 傻丫头 今日不得宠 未必明日还不得宠 淳贫娘娘 可是有两个阿哥呢 嗯 多谢分姑姑指点 多谢分姑姑 主 风筹终于飞起来了 嗯 快看飞起来了 冷宫在那儿 往那边放一点 放心 主 好高啊 臣妾给皇上请安 哦 对 那她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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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那饭菜怎么样 好点了吗 新鲜多了 多谢你 还不用谢我 这马公公说了钱啊 肯定会办差的 还有啊 你们做那烙子和帕子 特别好 买得特别快 彼此方便 对了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 那个纯贫娘娘性子怎么样 你打听这个做什么 我有一老乡 要去中翠宫当差 所以我想帮她打听打听 陈禀娘娘 性子特别好 从不错谋下人 大哥呢 大哥很懂事 那就好 对了 现在是有银子了 你们还需要我从宫外 给你们带点什么吗 比如说 胭制水粉什么的 这些就不要了 我想要一把花子 可以在里边种种花草 你还有心思种花草啊 行 我还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人 得嘞 我帮她想办法 多谢你 没事 赶紧回去吧 别让人看见了 嗯 陈禧给皇上请安 臣妻给皇上请安 不安好 飞高一点 姐姐就一定能看见 嗯 是 不敢 祝晚 走 瑞萊 好痛 真好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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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